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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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用關東JR Pass的第三天 就是最後一天我就選擇來這裡興井澤 剛才也看到興井澤很多人 因為今天星期六 星期一是日本的公眾假期 所以我猜很多人都會趁這三個假期來興井澤 日本人倒下假 所以很多人 幸好剛才我醒目 早了半個小時再去到東京站 排隊 因為我畫不到位 我三天前想畫位去坐指定席 沒有位置 所以我已經預測到今天很多人 所以早點來總站 東京站排自由直坐 幸好給我有位置坐 記住人們沒有位置坐 站在這裡很辛苦很慘 好啦 其實興井澤我已經不是第一次來的 但我之前來只是去過歐力行 完全未來過周邊的景點 所以今天我要來個輕井澤單車一日游 說明單車一日游 第一時間當然是租單車 網上所有人都會推介這間單車店 出了站看去右邊就會看到 一間日租只需要五百日的單車店 不過我今天是租另一款日租一千日的電動單車 因為我走的路線有很多斜路 而且我一直都很想試著踩電動單車 上次去四角的四萬十穿 我試不到 看看多少人在這裡租單車 因為這裡是全興井澤最便宜的租單車店 而且這間店雖然五點就關門 但如果你真的說不像五點中環車 老闆說你只需要傻在門口 然後放一條時在信箱上就可以了 它比我們這間單車超級漂亮 是Panasonic的牌子 我上網找過這間單車超過十萬日圓 它除了電池輕巧 整間單車的重量也很輕 我們只需要輕踩腳踏 電動單車就會自己前進 然後就跟平時的單車一樣 非常之方便 我們首先就向中興井澤方向進發 回到車站的方向 看到油站就轉過去一直走 第一站就是這間黃色M字餐廳 就是麥當勞 為了有足夠的體力 踩一整天的單車 當然要先吃早餐 我不是說幫助日本 但日本的麥當勞做餐 真的比香港好多 蛋又滑一點 包又鬆軟一點 重點推介這個煙肉芝士蛋鬆餅漢堡 香港是沒有的 用鬆餅夾著煙肉芝士蛋 非常之好吃 輕井澤主要分了兩區 就是這裏的舊興井澤 和這裏的中興井澤 一日遊來說 大部分人都會選擇遊舊興井澤 但我上網看過遊記 發現中興井澤的景點都很吸引 就像石枝教堂一樣 所以我真的很想走到中興井澤這邊 所以我的路線 首先會走到中興井澤這邊遊園 可能遊到兩三點就回到九興井澤那邊走 希望兩邊都可以走得遲 繼續出發 離開麥當勞 沿路多踩10分鐘左右 就會來到這間朱古力工廠 很明顯就是一間賣朱古力的商店 不過除此之外 這裏也可以說是一個踩單車的休息站 因為裏面可以坐在這裡休息之餘 還有免費的咖啡和綠茶任飲 而這裏還大方提供了很多不同款的試食 免費試試他們推出的產品 全部都非常好吃 店裏還有一塊透明的大玻璃 可以清楚見到朱古力師傅製作朱古力的過程 讓我們了解到他們的朱古力是怎樣製作 可以見到絕對乾淨衛生 現在看到包裝中的產品就是店內人氣No.1的朱古力禮盒 有不同味道的朱古力 包括芒果、草莓、蘋果、黑朱古力等等 但我忠誠於人氣No.2的朱古力麵包胸 和人氣No.3的朱古力材料 非常好吃 每吃一口心裡都忍不住問一問 為什麼可以這麼好吃 我真的很後悔只買了這麼少 打算會去輕井澤的朋友 我告訴你 這一間朱古力店一定是最值得買的東西 只有買少一定會買多 離開朱古力工廠之後 就繼續踩 直至見到這間71就踩上去旁邊的小徑 這條路是很斜的 所以記得轉回扯波模 接著就會到達石枝教堂 石枝教堂是一座非常特別的教堂 顛覆了一般人對教堂的想像 設計令人非常讚嘆 但很可惜我們來到的時候 有人舉辦婚禮 我們就不可以下去近距離看 只可以在入後這條石徑遠距離看下去欣賞 你看看 封住了 石枝教堂是用石頭堆砌出來的建築 壓立在叢林之間 真是好美 雖然進不去 但我死都不肯走 過得一場來到 沒理由這麼快走 上映幾十張照片 但原來死不斷起真的有用 忽然教堂的職員指示我們可以下去看 不過我想一對新人還在教堂裡舉行儀式 所以職員指示我們要細小一點 設計師把石、光、水、綠、樹的自然價元素 完美地融入在建築中 可以見到石枝教堂是完全跟大自然融為一體的 本身職員帶我們去教堂外觀拍照 已經覺得很幸運 竟然等到 然後出來打算去 外面那個木椅那裡拍照 就離開 怎知他不如說什麼 Follow me 跟著他走 怎知他還可以帶我們去教堂參觀 剛剛就參觀了教堂 很開心 我想說是很難得才能進去 可能有十來十次 可能只有兩次可以進去 我竟然可以進去 由於裡面不能拍照 所以就拍不到給大家看 但我感受了裡面的雲偉 的自然 他的漂亮 真的很漂亮 雖然進去是比較想像中小的 好像只有四、五排等 但他真的很漂亮 他用石和玻璃做的頂 然後再加上木椅 從旁邊還有一些流水聲的牆 真的很漂亮 去完石枝教堂 就出發去另一個教堂 這裡就是高原教堂 不過又是封住了 因為又有新人在行禮 高原教堂和石枝教堂一樣 是很多情侶嚮往舉行婚禮的教堂之一 兩個都是很熱門的結婚場地 本來想著這個教堂進不去就算了 誰知道去完廁所出來 竟然看到一群人在進去 那我就當然跟著進去 很幸運 兩個教堂都進去參觀 不過裡面也是不能拍照 那我就上網找一些照片給你們看 裡面真的很漂亮 還滲透著木的香氣 而且比石枝教堂大很多 據聞這裡還是日本第一個 可以給新娘穿著婚紗 舉辦西式婚禮的教堂 然後我們踩到71的位置 繼續直行 就會來到星野魚樹街小鎮 魚樹街小鎮是隸屬於星野度假村的設施 這裡總共有十多間商店和食店 雖然不太大 但配合周邊的自然環境和深色調的木造建築 絕對是一個會令人想逗留很久不捨得走的舒服空間 但由於之前我在兩間教堂逗留的時間太久了 所以在這裡都只可以選一些重點商店看看 當中必去的就是這間永井農場開的店舖 裡面的雪糕一定要試一下 每天提供的味道都不同 因為全部都是用上當日最新鮮的牛奶和食材 其實這裡這麼多隻味 我每隻隻味都很想試一下 不過做人就一定要有取捨 所以我最後就選了南瓜味 牛奶味和巨峰提子味 就引心放棄了我平時必點的綠茶味 這間店的特色就是 是用新鮮的原材料製成的雪糕 所以很有食材的味道 看樣子都知道 這些顏色是不同的 平時外面吃的雪糕 我未吃過南瓜雪糕 挺正的 第一次吃的挺好吃 這個巨峰 真的很巨峰 有一點點酸 看起來挺好吃 很香 牛奶 很好吃 很好吃 六百元三口 六百元三口 好吃 吃完雪糕多走一會 就回到舊興井澤那邊 首先過去雲牆池的方向 好足的這條森林單車路 看著兩旁都是高大樹林造成的天然景色 真的很漂亮 這個日子的日本很快就入黑 所以五點未夠天已經變黑了 這個景色很漂亮 雲牆池的紅葉有些是在紅 雖然不是全紅 但很有層次很漂亮 因為剛才沒有什麼指示牌的關係 所以繞了很多冤枉路 現在差不多五點來到這裡 我還未走舊興井澤那條銀左通 雲牆池又明天鵝池 它的湖面非常平靜 池水非常清澈 島嶺住四周的樹木非常漂亮 等到再晚些十月尾 紅葉更多的時候 導演的紅葉就會令池水變成紅色 那時候就會更壯觀和更漂亮 在池邊的附近 有一間木造的觀景餐廳叫做雲牆亭 當我們看著這間餐廳有多漂亮的時候 雲牆池忽然變了色 過天變了紫色 肉眼看到的景象比拍出來漂亮很多 最後我們來到舊興井澤銀左通 整條銀左通就不是很長 但集很多東西走 在一條地面由紅磚鋪成 集合購物美食娛樂的商店街 最早是為了提供當地別墅屋主的生活用品而發展 現在已經成為興井澤最熱鬧的區域 不過來到那時天已經黑曬 很多店鋪都關門 唉鬼叫我這次才來到嗎 不過我發現興井澤都幾重視晚聖節 周圍都經常看到南瓜的布置 有個人說距離興井澤最期待就是吃這間摩卡雪糕 但是我帶到他來的時候已經關門了 非常之對不起 還有這間的布甸也是很出名的 也是關門吃不到 沒辦法了 唯有下次再來過 我覺得興井澤都是很多景點 很多東西看 如果上來的朋友不妨考慮用兩天的時間來遊覽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好奇在日本租單車 拍車的時候會被人偷走的問題 其實是不用怕的 因為每架租單車都有一個內置的鎖配合了 所以你去到哪裏就只要用這個鎖住 就不會怕被人偷的了 這個鎖只要這樣拉一拉 然後跟著時便會鎖上 但最重要當然要找一些適合拍車的地方 放下單車